我愿和你一路狂奔 生死相依 忘不了你的眼神 旧暗期满天风雨 穿过回忆的森林 寻找岁月的伤痕 忘不了你的眼神 当你一路狂奔 打开思念的心门 听到花开的声音 有多少繁华青春 从你是个最亮的星辰 转头寂寞的月 一路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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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兄 匈奴人有自己的文字 但凡机密文件 他们都习惯用自己的文字 来书写 对 就像上次陈妹交给皇兄的秘纸一样 至今都不能破译 但是你再看看这封书信 完全是用汉字书写的 这应该是匈奴人的奸计 杨大人也是一心为了朝廷 为了皇上 还请皇兄不要责怪于他 你看看你看看 杨膳 你还不快谢谢皇妹替你开脱呀 在下感谢小姑娘 算了 其实朕谁都不怪 怪之怪朕自己一时冲动 皇妹 朕真要谢谢你呀 皇兄你不要自责了 臣妹还没有吃饱呢 不如我们继续用膳 对呀皇妹 我们继续用膳 快 小阴哪 小阴 小阴哪 早晚有一天 你又落在我的手上 末将段平参见都尉大人 段平 你知道 我叫你来是为了何事吗 末将不知 你所警卫的那个驿馆 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不可有任何的闪失 末将知道 末将整天都是从头到尾 都是兢兢业业的 从来不敢有半点闪失啊 你要给我牢牢地记住 这是皇上的旨 你要严密地注意 驿馆里面 大阅之郡主萧英 做的每一件事情 见过她每一个人 启禀多位大人 今天下午 霍去病及亲妹霍小玉 曾经到过驿馆 会见了萧英郡主 霍小玉 她回来了 末将见到她的时候 她正在哭哭啼啼 像是受了委屈似的 很伤心的样子 萧英郡主 还一直在安慰着她 本平 你要记住 从现在开始 你要更加小心注意 一旦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马上秘密向我来报 末将遵命 下去吧 是 好 皇妹 朕刚才被那假信气昏头了 说话重了一点 皇妹莫要介意 臣妹是不会介意的 国家大事岂可寻以私情 皇兄就放心吧 我会处处小心的 臣妹初入长安之时 也曾中了他们的诡计 险些性命不保 要不是有郭姐 还有获去病的妹妹相救 臣妹现在不但见不到皇兄 恐怕也没有办法认你这个皇兄了 霍小玉 对呀 皇兄没有见过她吗 那改日臣妹一定亲自带着她 来参见皇兄 嗯 对了皇兄 臣妹有件事情想求助皇兄 什么事 这本来是臣妹的家务事 也有些难于其耻 不过霍小玉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真的不想对不起她 所以才求皇兄帮我做主 你说 朕一定替你做主 是这样的 霍小玉的一片深情 全用在了郭姐的身上 臣妹无意中介入 令得霍小玉悲伤欲绝 哦 还有这等事情 是啊皇兄 所以臣妹才想 如果皇兄真的替我做主说媒的时候 能不能再加上一个霍小玉 虽然臣妹不太懂得大汉的规矩 不过在我们那儿 一个男的是可以和 啊 皇妹不必说了 皇妹的意思朕心里明白 臣妹想来想去 或许只有这个办法 郭姐才不会拒绝 朕想问你 你刚才说的话 都是真心话了 当然是真心话了 句句出自肺腑 皇妹的胸襟果然广阔 非一般女子可比啊 好 朕答应你 多谢皇兄 嗯 还有 这几天我一定尽快找到郭姐 查清匈奴人书信的事情 嗯 皇妹只管去办吧 朕信得过你 也信得过郭姐 朕信得过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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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完了 一切都完了 哥哥 我要走了 这家我不能住了 丁玉 快跟我说 你为什么说 这个家不能住了 告诉哥哥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 是不是那些匈奴人 若是的话 告诉哥哥 哥 帮你出头 你不要再问了 你让我走吧 不准走 你这孩子 出了什么事 要告诉哥哥 由我来解决好不好 哥哥 你不要再逼我了 你若再拦我 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 好 哥不拦你 不 不拦你啊 师兄 可以起来说话了 师妹 为什么要点我穴檔 师兄 目中 Labor 你感觉怎么样 任渡二脉已通了吗 我觉得浑身舒服 畅通无从 恭喜师兄 恭喜我什么 此乃其书中记载的 银针渡穴之法 可以打通任渡两脉 增强两成的功力 要是不连你的穴道 怎么给你渡穴呢 明白了 多谢师妹成全 不必言谢 增强了两成功力 便多了两分胜算 你是说吗 那隐身暗中的仇人 长期拥有了另一部奇书 想必早已练成了书中的绝技 熟读了计谋兵法 岂是好对付之人 师兄 将来对付敌人 还是要以你为主力 哟 无论 把中国人带去 啊 怎么 对付出的 没有 四十百万 不 虽然你现在还没走马上任 但是我应该叫你一声霍将军 什么意思啊你 在下前来拜访 只想见小玉一面 见小玉 有什么事吗 听说她被凶弄人所扶 现在脱险回来 在下官职所思前来调查此事 请霍老弟不必担心 让小玉出来吧 杨大人 真的十分抱歉 小玉昨天晚上就已经离家出走了 出走了 为什么出走 她现在人在何处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可以进来看看 我说奇怪了杨大人 我妹子离家出走 爱你什么事啊 看起来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 霍老弟请不要误会 在下只是关心而已 既然小玉不在 那我去告辞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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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鼠狼给击败你了 没爱什么好心 驾 啊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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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那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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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衫的衣服感也没错了吧 驾 你们两个下马 下马过来说话 为什么呀 你们几个挡在路当中干什么呀 什么干什么 你们三个 哪一个是京城第一名帝 京城第一名帝 你找他干什么 把郭姐交出来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你们要找郭姐就去找他呀 找我们干什么 难道 你们连郭姐是男是女 都不知道吗 你 郭姐是大侠 你们不敢去惹他 就来欺负我们三个弱女子 是不是 是 老大 不要跟他们扯了 我们要找他 是后面那丫头 你们把郭姐交出来 大爷就不找你们的麻烦了 你这个人真奇怪 凭什么要找我们家小姐的麻烦 要找她麻烦也可以 那得先过了我们这关才行 好吧 你们想打架 就让本大爷先教训教训你们 怎样 不 走 跪开啊 走 大哥 有关于 看来来的 小鸭都变大了 我下一次再收给你们 快走 这人 站住 站住 来 买菜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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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的菜呀 买菜嘞 老铁 老铁 小姑娘 里面请 老铁 我想见郭大侠一面 麻烦你通知她一下 没问题啊 郭大侠交代过了 只有你来了才算数 别的人拉一概不理 你说吧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那就明天午时在神农祠堂好了 放心吧 我老铁一定把话带到 大哥 您看看 新鲜的菜 买点吧 对了 还要麻烦你告诉郭大哥 霍姑娘已经平安脱险 叫她不要担心就好了 太好了 姑娘 你放心 没问题 谢谢老铁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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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姑娘 找我们家大人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找她算账的 霍姑娘 你找我们杨大人算账 就到衙门里去找 这万一给我们家老夫人听见了 那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什么什么也得不到了 你说的话我怎么不明白呢 以前也有很多姑娘找上门来 我姑娘 您就听老汉的话 不要在这里吵了 你到衙门里面偷偷地去找她 她不会不负责任的 你是说 以前也有别的姑娘找上门 那当然了 凭我家少爷的人品模样 还有官位 哪位姑娘不爱呀 姑娘 你就安心吧 我家少爷虽然风流了一点 但是人品还是好的 你只要闹得不太凶 我家少爷就不会不管你的 孩子 你就听老汉的话 早点回去吧 我要关门了 老铁 干什么 来啊 姜太给我拿下 是 干什么 你们 你们干什么 我有 我们没犯法 大大老铁 你真要据补吗 好 我就到衙门跟你们讲理去 老子又没犯法 有什么好怕的 带走 参见教主 免礼 各位 过去的玄音教已经消失了 从今以后 我们玄音教一定要堂堂正正地行走江湖 帮助贫苦的百姓 同时要帮助朝廷抵御外敌 所以我们使用的武功 一定是光明正大的武功 明白了吗 明白 今天呢 我传授给你们救命三绝剑 这套剑法 既可以在两军阵前使用 同时 也可以在两人对决中使用 这第一式叫偷梁换柱 见 少主 我传授给你们的救命三绝剑 你们所蕴含的虽然都是普通的招式 但是却可以在危难时刻保住你们自己的性命 所以呢 你们要把这三招练好 以便在今后的交战中使用 开始吧 你们干什么这是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妈 给他忙起来 你们想干什么 你 快点把他忙起来 你们为什么忙我 把我干什么 你们奉谁的命令 你们 你们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 放开我 在这儿 我就是法 我就是天 杨大人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其实 都只是一些小事 只要你说了 说的都是真的 我马上就能放开 如果你要不说 或者说不清楚 那 你可要吃苦头了 你又何必吃这种苦头呢 你问吧 能说的话 我老铁自然会说 老铁 你只要说出来 像你早上到你的店里 是为了什么 还说了些什么 我不但会放了你 还会重重地赏你 屁 你把我老铁当成什么人 卖有求荣的人吗 你休想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 有什么手段你们就使出来吧 看老子会不会说 老铁 那我就没办法了 来人呢 老铁和食物 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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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真多 你把你脑子也画得不碎 老铁 你自己抑着 带我被抑着 请他继续审问 郭大哥 你怎么来的 老铁帅你来的 是 萧姑娘有事要见你 在哪儿 他说明日午时神龙四堂里相见 还有一件事萧姑娘让我转告你 郭姑娘有事要见你 郭姑娘有事要见你 好 这个事好敲起 郭大哥 那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口径带到 不打扰你了 好 等等 把这个交给萧姑娘 这是密纸一定要保存好 今后也许会用得上的 好 郭大哥那我先走了 小心点 好 大人 怎么样 招了没有 昏倒七八次身上都快烧烂了 还是死不肯招 那我们得换个刑法 非逼他招了不行 换个刑法 卑之不明白大人这话的意思 有些人来硬的不行 一定要来软的 要来软的 非逼他 非逼他招了不行 不明白大人这话的意思 有时候梁虹带骗的方法 比上行来的效果还好 大人真是高人 这个老铁没有离开过店 一定还有一个人 给他通风报信 我要让你亲自跑一趟 把这个人给我骗过来 我让你看看 我是用什么方法 怎么对付他 属下遵命 大人 这位姑娘要见萧云郡主 霍姑娘 你找萧云郡主有事吗 她一早就出去了 她有说去哪儿了吗 她是贵客 下官怎么能问呢 霍姑娘 里面等吧 喝杯茶 也许她很快就会回来了 霍姑娘 请 谢谢你了 如果她回来 请转告一声 我来过就行了 诶 客官 郭大侠 您的菜啊 我等寻辩已经有了 也掌握不到郭景的踪影了 你说 她会不会听到了风声躲起来啊 我跟您说呀 不会啊 我还看过她这个 是吗 那是聪明的你就应该知道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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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喝喝 千伯 你好像对郭菊 似通熏无之善 现在 心中能存有疑虑 江湖险恶 无奇不有 也未成不见了 有别人在陷害 你我身为江湖中人 更应该讲究 证据确凿 不可妄下定论 说得对 杨大侠马上就要来了 他是我们武林公认的领袖 听听他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好 小友 你也来了 很好很好 杨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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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兄 你好 杨大侠好 对不起 好好好 请请请 各位武林同道 请坐 且听杨某一言 好好好 来来来 据杨某所知 各位来到京城 因为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函 信函中已经表明了国家和齐书的关系 但是诸位可曾想过 信函是何人所写 其目的何在 是为了匡乎武林的正义 还是为了陷害国家 制造混乱而从中牟利呢 两国齐书已经失踪了百年之久 不但江湖中人想要得到他 更是朝廷追查之务 如今有人举报 必有原因 以杨某的意思是 无论如何 只要找到了郭姐 此事就可以调查清楚了 我愿意追随杨大侠 彻查此事 杨大侠 你有关郭姐私同匈奴之事 此事更要调查清楚 私同外敌危害家园 就算他是武林中人 也不可犯下如此罪恶 如果调查清楚的话 我杨某人绝不会放过他 我愿意追随杨大侠 追随杨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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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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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你怎么才回来呀 见到郭大侠了吗 你看 我都等你很久了 不是你是 我是萧夫妮 还有杨大人的朋友 跟郭大侠也是很熟的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你看 我穿的这身军装啊 墨业有点变了 以前啊 你肯定见过我的 那老铁呢 他去哪儿了 杨大人请吃饭 这萧姑娘呢 就带他过去了 所以啊 他让我留下来等你 请你也喝两杯 走啊走啊走啊 别让他们等急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来来来 坐 杨大人你总该认识吧 郭姐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老铁和萧姑娘呢 怎么不见他们呢 是这样 老铁和萧姑娘 出去办了点事 吩咐过说 一会儿就回来 来来来 我们边吃边等吧 跑了一天也辛苦了 敬你一杯酒 好好好 有郭大侠的消息吗 有啊 我已经见到他了 你看这郭大侠也是啊 要不跟我们一起喝酒 那该有多好啊 说走就走了 也不知道 他何时能回来啊 是啊 有他在啊 那就更热闹了 不过明天他就回来了 明天 不对吧 他好像跟我说 后天才回来啊 不对不对 萧姑娘已经约了他 明日午时 在神农祠堂见面 你能确定吗 当然能确定啊 明日午时 在神农祠堂见面 既然你已经确定了 那这酒就不必再喝了 来人 药 杨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没别的意思 我就想得到郭姐的消息 匈奴的秘旨 这真是天助国业 把他押下 让他跟老铁关在一起 你 你这个卑鄙小人 我到死也不会放过你 郭姐 郭姐 这一次 我可以真讨你了 把这两个人处决了吧 你们他们已经没有价值了 不过 要做得不留痕迹 属下遵命 段姑娘 我们已经讨厌了 演唱唱 就差不多了 Hang José 快点了 언니 diye 住 käyt人 开玩笑 想让人 朕开玩笑 你明天晚上 快走 快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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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来人身份不明 不可轻举妄动 小弟 小姐 先进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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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小姐 扶紧了我 我要装出腹伤很重的样子 好 小姐 小姐 快 快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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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住了 好 过小玉 你到底想怎么样了 我要杀了你 为那些被你欺负过的女孩子报仇 就凭你吗 郭小玉 这些虽然喜欢你 但也实在无法忍受你的一再纠差 现在很简单 给你两个选择 也是回到你郭大哥身边 还是跟我走 你 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 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好 来 小姐 你真的没有受伤啊 我像受伤的样子吗 你放心 没有人能轻易伤得了我的 我真是担心死了 不过小姐 你可装得真像啊 刚才那两个蒙面人 只不过是探路的马前 还有个人在观察我 他很有可能是我们寻找多年的仇人 这就是人们说的隐蛇出洞之计 隐蛇出洞 我们放出去的第一个耳是郭姐 第二个耳就是我了 大姐 翠玉楼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接下来我们要立刻行动 化名为暗隐藏实力 等毒蛇出洞之后 再给他致命的一击 好 我花大姐等着一天 终于等到了 好 想什么呢 叔叔 我没有想什么呀 没有想什么 就一个情字 才会使我百灵鸟一样欢乐的小侄女 愁眉不展 对不对啊 叔叔 我真的没有想什么 那你有什么不如意的事 说出来 叔叔给你做主 叔叔 近日京城里传出了一些 对郭姐不利的消息 一会儿说他藏了奇书不上交朝廷 一会儿又说他是匈奴人的内议 有这等事 是啊 而且这些话 都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去了 这可就奇怪了 过去他人哪 不知道啊 不知道可不行啊 还记得曾子杀人的故事吗 第一次没有人相信 第二次没有人相信 到第三次 连他的母亲都不能不相信了 谣言可畏呀 必须要郭姐亲自出来 才能解释清楚 我知道了 叔叔 我已经约了他明天见面 等见到他 一切就会明白了 好 明天见面 叔叔也去 一呢 是把事情搞清楚 二呢 我也想见见我未来的侄女婿 你们有什么事儿 叔叔也可以给你们出出主意呀 好的 谢谢叔叔 认定一个人 就要相信他 鼓励他 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叔叔都会支持你的 师父 免你了 师父 徒儿还有一个更好的计策 这次他总是不死 也要退一相批 哦 说来给为师听听 师父 嗯 教主 教主 哦 是你们两个 我教你们的三绝剑练得怎么样 哦 我们正用心地在练剑 嗯 好 坦哥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接替 你们玄音教主这个职位吗 属下认为 教主是一片仁义之心 要拯救玄音教的三千弟子 于水深火热之中 报效朝廷 重见光明 嗯 这是奇异 奇异 其二 教主是为了花盟主 玄音教 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希望 在将来的政协之战之中 他们能够成为中流砥柱 我等定不让教主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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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你怎么了 叔叔 叔叔 你也得不要这样 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叔叔 我没有杀你叔叔 明天皇上就要亲自讯问 问情之后就要明行正典了 小叶 我也没有想到 你朝思暮想的心上人 竟然是如此之人 你也没有想到 我父亲 你也没有想到 我偶尾 忘不了你的眼神 圈灵满天风云 圈过回忆的失灵 寻到岁月的伤痕 忘不了你的眼神 打开思念的醒眸 听到花开的声音 有多少繁花青春 这错误的指引 缘分各有缘云 因你的花魂 人生何来缘分 爱 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